夜晚的时刻有点孤单 不怕有天使陪你属星星 这样的夜晚真的有天使陪伴吗 当然因为天使正在为你值夜班呢 太好了 这样的夜晚我们称它 天使夜未眠 我亲爱的朋友 平安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 我是天天 很多人以为抱怨可能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之一 却不知道抱怨唯一的结果就是引来更多的抱怨 最后甚至会让自己困手在那个抱怨的牢笼里面 根本没有出路 讲到抱怨 今天依自己谈生活 我再来跟你聊聊这个抱怨狂这个话题 说到抱怨狂大概有分几种类型啊 比方说第一种 穷极无聊的无病呻吟 聚在一起互相抱怨的人当中最常见的就是这样子的抱怨 因为这些人呢整天无所事事 时间多得用不完啊 这类型的人最容易小题大做了 他们就是有办法把几滴小语说成了狂风暴雨 谈话当中动不动呢就会出现可是可是 然后生活里面好像处处可见那个障碍物啊 因此呢抱怨就成了他们唯一的谈话又或者一种释放压力的方式 第二种抱怨狂的类型就是因着各种不同的理由 他们偶尔会表达一些怨言 心里面盘算啊稍微发点牢骚而已 啊说不定会有人出面替我们解决问题呢 那还有一种抱怨狂的类型就是把抱怨变成了最喜欢的运动 这类型的抱怨狂呢会容易把抱怨啊当作一个跟别人交流互动的方式 活着就是为了抱怨 生活就是源源不断的抱怨 但其实呢我们会抱怨也无可厚非啊 生活就是很多压力嘛 那你不讲憋在心里面你又很难受 所以你一定会很想要找个人跟他吐吐苦水 有时候你也不是故意要抱怨的哦 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很常抱怨的话哦 久而久之倾听我们的人他们也会麻木啊 这感觉像什么呢 说个屁语给你听哦 好像我们经过某一户人家的房子前 有一只狗呢常让你狂吠 第一天这个狗吠身啊把你吓得魂飞破散 第二天那只狗又吵着你狂吠 可是你已经没有这么害怕了 一个礼拜后你知道那只狗一定又会再对你吠个几身 你已经可以很淡定的面对它了 因此呢我们千万呢要做一个聪明有智慧的人啊 不要做一个常常在抱怨的抱怨狂啊 否则别人呢迟早会习惯我们的怨言变得很麻木 无动于衷 他们只希望呢我们赶快把抱怨讲完 他们可以赶快逃走 谈到抱怨的话题 值得我们思考的就是如果你遇见了抱怨狂 那你该怎么样面对他呢 尤其是他的抱怨呢 真的引起你很想要附和他的时候啊 首先第一个就是千万要躲避 不要附和 也不要让他们觉得怨天尤人是理所当然的 因为当我们附和的时候 只会助长对方想要抱怨的那个火苗啊 等于是火上加油了 因此当你遇见了抱怨狂 赶快躲避吧 你可以说不好意思 我现在还有一些急事 不如我们改天再聊吧 那第二个呢就是 不用刻意的去拦阻他们 要他们闭嘴 不准他们抱怨哦 通常呢 想要抱怨的人 他的心里面 其实有满腹的委屈 苦水 又或者是他的心里 很枯燥烦闷 他很需要说话来释放 那我们也不用呢 来拦阻他们 就让他们去抱怨吧 那再来就是 不要试图去替他们解决问题 因为有些人是 为抱怨而抱怨啊 其实他并没有遇到什么问题的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为他来祷告 求上帝安慰他的心 赐给他平安 那再来呢就是 我们也不用刻意的 要跟对方来讲道理 或是呢 指示他该怎么做 有时候抱怨狂 因为他很想抱怨 所以他没有理性啊 这个时候是 情绪已经占上风了 除非呢 他要改变 他要理智的 思考解决的方法 否则跟他讲道理呢 也是没什么用的 那再来 如果我们自己是个抱怨狂啊 就是你发现 我好像蛮容易抱怨的 那当我们想要抱怨的时候 我们可以先问问自己 这个问题 为什么我要抱怨这件事呢 开口发牢骚之前 好好的解释一下 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 是不是有哪里不对劲 以至于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们就好想要抱怨 好想要透过负面的言语来发现 所以我们需要先问问自己 为什么我要抱怨这件事 说不定呢 你会找到出乎你意料之外的答案呢 我有个朋友呢 他从小到大 很容易抱怨 后来他才察觉到呢 是因为他自己的那个自尊心啊 很低 所以他常常觉得呢 别人在欺负他 他就很容易抱怨 那每个人遇到的状况不一样 因此我们可以来思考 我为什么要抱怨这件事情 是不是因为在我的生命里面 有哪一些的伤痕 哪一些的伤害 我们需要被医治 需要被释放 亲爱的朋友 其实我觉得啊 解决抱怨呢 最好的方法就是保持喜乐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 忧伤的灵 食骨枯干 这喜乐呢 就是对付抱怨 最有效的良方了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 我要送给你这首 赵芬妮所唱的 Sweet Sweet Life 甜美生活 今天的节目就先分享到这里了 天天祝福你 生命发光 行路有力 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了 拜拜 听过最美的音乐 是树叶 放肿演奏 静下来可以 听得到 看过最美的一抹 情人到老 还牵着手 爱到天荒地老 看看身边的故事 心上一切真是美 说说你相信事 占下了意义回味 简单却有意思 像清早方向起味 轻松一点 别走位 不必太多点缀 把生活点滴细微 平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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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